既然你还把我当好朋友 那我也告诉你我的想法 以前你一直把爱 都放在心底不敢说 我知道你都是 顾虑我的感受 可是现在 我已经跟郝强离婚了 而且我也释然了 最主要的 好想心里真的有你 你们俩就隔着一层窗户指你 还犹豫什么呀 小慧 我真的特别高兴 你能跟我说这些 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下去走走 医生说不能乱动啊 躺的时间太长了 我浑身都疼 我必须下去走走 好吧 那我陪你去 慢点啊 来 来 只能走一会儿啊 好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就回来 好吗 还好吗 别躺着舒服 刚刚下床呢 要慢一点走 别太着急了 我要第一次用这种拐杖呢 好 我就出来溜达溜达 你不睡觉跟着我凑什么热闹 去 多大你年纪了 还逞强 还把自己当二十多岁小伙子呀 好 怎么了 说实话 挺羡慕他们的 少年夫妻老来伴 能够相复到老 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 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伤感啊 在我记忆里面 你可从来没有被任何事情打垮过 你是一个充满乐观精神的人 不要这样嘛 你现在这些经历啊并不可怕 它没准会成为你以后幸福生活的一种力量 所以呢现在啊你好好养伤 把你的腿养好了 可千万别落下什么病根 知道吗 不然呢你老伴这么照顾你可辛苦了 上厕所都不能自己一个人去 喂 我什么病根 需要老伴陪我上厕所 你还别说 你说我真想上厕所了 快 你这事我可帮不了你啊 这事你不帮我怎么办啊 你上厕所我怎么帮你啊 你起码扶我回到厕所门口吧 要不然你我奔回去啊 你说帮这个啊 行 赶紧走吧 那么着急 好了 手放进去吧 不要着凉 那你好好休息 那你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谢谢你这么细心地照顾 应该的 是吧 我得去看一下小慧了 我担心她晚上一个人不太方便 去吧 喂 单总 陆哥 不好意思啊 打扰你一下 我想问一下 工地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安检部门已经给我们发通知了 说我们可以开工了 是啊是啊 而且不用把整栋大楼都拆掉 只需要柱子能抢你拆除 再重建就可以了 那真是太好了 陆哥 你辛苦了 要说辛苦 我看你才辛苦呢 我今天啊 去医院开浩翔了 他跟我说你白天上班 晚上一夜要陪货 说你呀 最近真是太辛苦了 而且瘦了不少了 还好了 我呢 就当减肥了呀 你还减肥呀 也是哈 我看你现在真是云海雾散了 虽然很辛苦 但心是甜的吧 好了 陆哥 你就别开我玩笑了好不好 梁梁 说正经了 你们什么时候办喜事啊 这事啊 不着急 你是不急啊 可怕浩翔急坏了 是吗 他着急吗 我今天去医院看他 他跟我说 等他出了院 立马就给你办手续 他说 他把我到现在就出院了 跟浩翔在一起这么久了 早晚在一起的 我看你们都办手续办了吧 是不是 何必两个人撑着呢 彼此受限哦 我现在就等着你们这顿喜酒呢 好好好 知道了 陆哥 我看这事你比我们还着急呢 你放心哦 等我们办喜事的时候啊 这喜酒我一定让你喝个够 好好好 我可等着了啊 大妈 我看这几天王小慧没过来啊 看来他真是想开了 有可能吧 大妈 我这人哪 心直口快 心里啊藏不住事儿 有什么话呀 我就直接跟您说了啊 说吧 说吧 您觉得玲玲怎么样 这姑娘好啊 长得又漂亮 人心眼又好 好姑娘 我喜欢 那给您当儿媳妇 您愿意吗 我哪儿有这命呢 要是给我当儿媳妇 那我当然高兴了 这我们浩强现在离了荒 带个孩子 就怕委屈了玲玲 您没发现吗 玲玲自己根本就不在乎这个 那她对沈时什么样 你也看见了 跟自己亲生的一样 连亲妈都没这么亲 说也奇怪了 这个沈时见了玲玲啊 你看那个高兴劲啊 她怎么抱她都不哭 可是我不知道 你婆婆会不会同意 这个您就甭担心了 她肯定同意啊 那连我儿子都得双手赞成 他们在一块呢 真好 这你们一家人 也真是时常人 如果浩强跟玲玲 真能走到一块儿 孩子也受不了委屈 您放心吧 我们肯定会把浩强 当成自己家人一样 行 这事儿 等浩强出差回来 咱再说 行 我回家啊 先跟玲玲说说 让他们把关系定下来 找个日子 就把这婚给结了 您说到时候王小慧 她要再想搞什么阴谋诡 她也没戏场了 行 她们要来自家人 休闭 走开 她们还没有